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以及火灾发生的原因以及被困的人数 在事故发生之后 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 并且做出了重要指示 要全力的救治受伤人员 妥善做好遇难人员家属安抚善后等些工作 另外习近平还强调 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 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 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责任 认真排查隐患 狠抓工作落实 坚决遏制各类安全事故 多发连发的势头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而中国的国务院总理李强 做出批示要求组织力量 抓紧搜救被困人员 全力救治伤员 最大限度的减少伤亡 妥善做好家属安抚等善后的工作 并且尽快查明事故的原因 报道表示 根据习近平指示和李强的要求 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张国青 率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员 赴现场指导事故的处置工作 此前河南南洋的一所学校宿舍 在上个星期五也就是1月19号的时候 发生了重大的火灾事故 导致13人遇难 一人受伤 遇难者均为小学三年级的学生 警察初步怀疑火灾是由电暖气导致 报道说 中国去年曾经发生了多起消防相关的事故 其中就包括了北京的一家医院 去年4月份的时候发生了火灾 造成29人死亡 而宁夏自治区银川市的一家烧烤店 发生了爆炸 造成了31人死亡 是中国近年以来最严重的致命事故之一 另外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说 江西新渝的雨水区 天宫南大道家乐院沿街店铺 地下一层 在1月24号的时候发生了大火 现场浓烟滚滚 火势凶猛 死伤惨重 而多段逃生的影片曝光 可见有多名的受困者 从二楼的窗户跳到了 铺设在地上的床垫上 游民警在下方逐一的接住 又可见有多名背着背包的青年受困者 爬梯子到地下逃生 期间有人拉着路边电线杆的电缆线 摔下楼 现象还生 网传的影片还显示 事发时有多名学生模样的青年 从二楼的阳台的窗户爬出来 在楼下一家烧烤店旁边的墙上 民警群众等多人扶着一架梯子 这些爬窗户出来的青年顺着梯子 爬到了地下逃生 期间更有人一时慌张之下 在半空当中拉着路边电线杆上的电缆线 然后直接的摔到了地上 中国内地媒体吉木新闻的报道说 附近一家超市老板表示 火虽然是从地下一层烧起来的 但是浓烟蔓延至了二楼 二楼有很多的网吧还有培训机构 培训机构主要是面向大学生的 而中共的官方媒体央视新闻夜报道说 起火的建筑物有网吧培训机构等等 目击者表示该培训机构是负责大专生本科 事发的时候目睹有大批约20岁的学生逃生 或由消防救出 目击者表示现场看不到民火 只能够看到浓烟 起火的位置附近有网吧超市 楼上有棋牌室 培训机构还有宾馆 在起火商铺附近的商店老板表示 起火的商铺位于沿街店铺的地库 尚未开业还在装修的阶段 起火的时间约为下午的三点钟 培训机构里面可能有附近大学的学生 在上辅导课 报道表示 曾经在起火建筑物开店的江先生表示 目前该壮楼有两家网吧 网吧里面的人疏散了 二楼专生本的培训机构里面 有几十个人在上课 但是只有一个楼梯出口 火正好把楼道给封死了 没有其他的消防通道 上课的人很难逃生 好再来看一下北京的法院宣判 佟丽娅没有嫁给中宣部的高官 来自香港媒体星岛日报的信息表示 有新疆第一美的中国女明星佟丽娅 2022年的时候传出了与一名正部级的中宣部的副部长再婚 三名嫌犯因为涉嫌捏造散布不实消息被拘 但是谣言仍然没有平息 近日佟丽娅名誉维权案一审宣判 被告网友发布了道歉信 承认自己发布的不实信息 对佟丽娅名誉造成恶劣影响 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发布了案件播报 称被告杨仁瑶通过其经营的数码之家网站 发布了一篇针对佟丽娅的文章 文章当中含有凭空捏造毫无事实依据 且具有严重诽谤性质的不实言论 试图通过贬损佟丽娅人格的手段 达到吸引公众关注提高网站流量的目的 法院经审理之后宣判被告人杨仁瑶的行为 构成了对佟丽娅名誉权的侵犯 被告需在数码之家网站当中连续三天公开发布致检声明 随后佟丽娅工作室的官方微博也发文回应说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 对造谣者我们绝不姑息 报道说2022年5月份的时候 佟丽娅宣布与导演陈思成结束七年的婚姻之后 网络又传出了与一名正部级的中宣部的副部长再婚 佟丽娅报案 北京警方宣布三名嫌犯涉嫌因捏造散布 涉及佟丽娅的不实消息 已经被行政拘留 佟丽娅的工作室当时也发布了声明 强调她目前是离异单身的状态 从未有违反私得的不道德行为 好 再来看一下中共机关精简编制 但是不检公安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中国的地方政府的财政紧缩 官方持续的要求 党政机关要习惯过几日子 厦门市今年的机构改革方案显示 党群机关行政编制统一按照3%的比例来精简 但是负责维稳的公安机关不在精简的范围之内 福建省的数据管理局在1月21号的时候挂牌 标志福建新一轮的机构改革的开始 作为副省级城市的厦门新一轮机构改革的实施方案 最近也在网上流传 厦门市市级机构改革实施方案指出 严控行政事业编制总量 市级党群机关行政编制统一按照3%的比例来精简 公安司法部门以及厦门海市法院不纳入统一精简的范围 少数精简后超编的透过自然检员等方式5年之内消化解决 报道表示中共2023年3月份的时候通过了党和国家机关改革方案 宣示中央国家机关人员编制将按5%的比例进行精简 至于地方党政机关人员精简编制工作 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党美集合实际研究确定现象两极不做精简要求 根据中国媒体澎湃新闻在本月初的时候报道表示 去年底以来已经有十余个省市展开了组织寿身 当中若干的省市还表明要缩减领导职位数 报道指出去年底召开的中共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 党政机关要习惯过紧日子 而中共的纪委监察报在1月16号的时候刊文表示 习惯两个字强调了过紧日子并非一时之需 权宜之计 而是需要长期坚持的原则和方针 文章还指出 有的地方政府在争取中央以及上级财政资金时 狮子大开口 有一些地区部门在建设上搞攀比 讲排场比阔气等等 这些现象与过紧日子的要求背道而驰 还说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与审计巡视巡查等单位的密切配合 把过紧日子的要求进一步落细落实 好再来看一下中国房企逼疯了 打出广告买房送媳妇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市的报道说 中国的房地产危机拖累经济 专家认为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而一些开发商和地方政府为了吸引购房者 甚至采取剑走偏锋的营销策略 包括玩文字游戏 声称买房送媳妇也就是送妻子的意思 报道表示中国的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去年中国新建住宅销售额下降6% 回落至2016年以来的最低水准 房市调研公司中原地产的数据显示 中国四个最富裕的城市 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 去年12月份的二手房的价格年减11%到14% 而华尔西日报在1月23号的时候报道说 中国的开发商和地方政府急于吸引购房者 有些甚至采取了剑走偏锋的营销策略 例如天津的一家房企在一则影片广告当中 打出了买房送媳妇 报道说这是在玩文字游戏 可以理解为买房送给媳妇 但是套用了常见的买房送东西的语法 去年9月份的时候 这家公司因为这则广告被罚款人民币3万块钱 而浙江省的一处社区去年则承诺 向购房者赠送10克重的黄金 本月稍早的时候 报道说中国的央行前调查统计司的司长 盛松诚在一次会议当中就表示 房地产低迷可能还会持续两年 并且说今明两年的新房的销售降幅将超过5% 报道表示 中国房地产业和相关产业曾经占到了中国国内生产毛额 也就是GDP的四分之一左右 房地产业下滑严重拖累了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 报道说要求中国政府采取更多的措施 支持房地产业的呼声日益高涨 但是目前为止 官方一直坚持采取零敲碎打的政策 没有推出里程碑式的刺激计划 花旗全球财富投资亚太地区的经济分析主管 刘立刚表示中国央行可帮助减轻这种情况带来的痛苦 但是需要采取积极的行动 央行仍然有政策的空间 可采取力度较大的举措来产生巨大的影响 报道进一步的引述了中原地产表示 如果没有政府的帮助 新房价格需要较目前水准再下降5%才能够触底 而基于这种假设 只有当购房比租房更便宜的时候 转折点才会到来 报道说中国房市下滑 已经导致了数十家的开发商陷入了困境 50多家开发商发生了债务违约 开发商还有数百万户已经预售 但是尚没有完工交付的房子 中国官方已经拨出了数十亿美元计的资金 来帮助开发商完成住宅的建设 但是这一问题仍然在加剧 报道说这场房地产危机 已经耗尽了中国一些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 这些地方过去主要依靠卖地作为收入来源 专家估计这些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规模 在4000亿到8000多亿美元不等 为平息潜在的违约讨论 中国中央政府已经制定了债务置换计划 帮助其中一些地方政府进行再融资 好 再来看一下北京境外再撒谎 说保护外资不改变 来自美国正义的报道说 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在星期三也就是1月24号的时候表示 中国将加大吸引外资企业的力度 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的立场不会改变 中国的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局长李云泽 星期三在香港举行的第17届亚洲金融论坛上就表示 未来中国内地金融业更大力度的来吸引和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改变 对外资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改变 为外资提供更好营商环境的方向不会改变 他表示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 李云泽在会上还表示中国的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将继续加强与香港方面的双边监管合作 不断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他还表示将研究降低港澳金融机构参股内地保险公司的准入门槛 报道说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5.2%略高于官方的目标 不过受到地方政府债务增加和房地产危机加深的拖累 复苏远比许多分析师预期的更不稳定 随着中国的全球投资者纷纷撤离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香港和上海股市出现了大幅下跌 李云泽表示展望今年经济发展固然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 但是他表示中国内地经济发展底子后 经济增长活力足 尤其是宏观政策空间大 总体来看依然是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 他说中国内地金融业总体运行稳健风险可控 尽管李云泽信心喊话 但是对于大多数的在华经营的西方企业来说 2023年是异常艰难的一年 中国营商环境加速恶化 企业在华经营所面临的各类风险大幅上升 CEO们正陷入一个两难的窘境 去年11月份的时候 美国资产管理巨头先锋领先集团 和以民调为基础的技巧咨询公司盖洛普 纷纷决定撤离中国 在此之前聚焦科技咨询的费雷斯特市场咨询 美国格里集团已经大幅的裁员 而对中国依赖程度较高的制造业领域 如苹果公司也正在将其部分生产线 转移到印度和越南等地 截止到去年9月底的时候 外国企业已经连续六个季度从中国撤走利润 总金额超过了1600亿美元 根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去年11月份公布的数据 第三季度外商直接投资负债为-118亿美元 是自1998年有记录以来 首次出现季度负值 尽管中国的国务院去年8月份的时候 曾经出台了24项措施 鼓励外资企业在中国境内再投资 但是金融学者认为 意见文件由中国公务院直接出台并不寻常 且有关措施缺乏心意 相信会陆续有更多的外资撤出中国 好 再来看一下楼市真惨 北京上海的顶级学区房房价腰斩 来自联合早报的信息表示 中国的财经媒体报道说 顶级学区房的价格面临大滑坡 过去最高能卖到每平方米超过20万元人民币的老破房子 如今已经成为了过去式 中国媒体第一财经在1月23号的时候报道说 许多年以来在鸡娃家庭的追捧以及投资客的恶炒之下 北京和上海的顶级学区房 过去几乎是楼市当中不跌的神话 连2030平方米的老破小房子最高都能够卖到每平方米超过20万元人民币 但是去年这种类型的学区房创下了较高的跌幅 甚至由小区成交价较过去高点的时候跌了每平方米10万块钱 第一财经引述了一名同性男子的话表示 他在2020年的时候为了能够让女儿未来进入好的学校 卖掉了两室一厅的房子 置换了一套一室户的老破小房子 该房子对口当地公办第一牛校美誉的小学 董信男子表示当时买房花费将近400万元 而房子面积还不到40平方米 由于房子实在太小 不能够满足全家的需求 他在离自己公司比较近的地方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 并且暂时将购入的学区房租出去以租养租 报道表示学区房市场到2021年时依然狂热 但是到了2022年的时候市场已经在下滑 跌回了董信男子入手时的价格 到了2023年价格更是进一步的下滑 董信男子表示几乎每个月都在下跌 一个月一个价 他提到当时入手一市户的价格 目前已经足够买下同小区的两室一厅 中原地产的资深分析师卢文希分析表示 过去高价学区房的本质是学区溢价叠加了房价上涨的预期 如今随着各地出台的教育政策对学区进行了调整 以及大力的发展集团化办学 顶级学区的附加值已经显著的降低 再加上2023年房子本身价格也在一路下行 学区房自然跌得比普通的房子更加的厉害 同时出生人口的减少极大的降低了投资客对炒作学区房的预期 卢文希向第一财经表示 这并不意味着学区房未来就一文不值 顶级学校仍然具备稀缺资源 还有一部分人在追求让子女去读好学校 这种需求是一直在的 但是过度炒作已经不存在了 另外根据财联社还有彭博社的报道表示 中国的国家统计局在上个星期三 也就是1月17号的时候公布的数据就显示 去年12月份70个大中城市的住宅销售价格 环比下降0.45% 比11月份扩大了0.1个百分点 降幅创2015年2月份以来的最大 而二手房方面 70个大中城市的二手房的价格环比全员下跌 是自2014年10月份以来首次全部下跌 也是继去年11月份69个城市二手房的价格下跌之后 进一步扩大至集体下跌的局面 而录测社根据官方数据推算 去年12月份开发商房地产投资同比下降跌幅 至少为2000年以来的最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